如果我問你,那你帳目怎麼記錄? 你帳目怎麼記錄? 你帳要怎麼記? 你的帳要怎麼記? 因為這個交易發生啊 那我算這個出來的目的就是我要這個帳啊 我的帳目要怎麼記? 你的帳目要怎麼記錄?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看我們的交易分路怎麼寫 好,我這個機器 因為我買了一個機器進來 機器設備 然後呢,我產生這個 我拿到這個資產 我犧牲我付的是什麼? 我還沒付現金啊 因為兩年才要付啊 兩年之後才要付啊 所以我先給他的什麼?應付 我給的是應付票據 好,我要應付長期票據呢 超過一年 那我的應付長期票據呢 你所開的面的是十二彎 好,接下來我問你喔 那我的機器是不是要付長十二彎? 那我的機器是不是要付長十二彎? 是不是要付長十二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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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是 不是 那他要付長的經驗是多少? 好 我再付一付答案喔 成本原則 因為你剛剛問我 成本原則 就不認為配合原則而是資深 成本原則的意思就是我 交易當時用多少 付多少錢出去 現金是多少 就是我入帳的成本 用了這個機器 如果我自當下 我就直接付現金 我交付九萬九千 七百萬 一百七十四 所以我就承認這個機器的成本 是九萬九千一百七十四 這個就是成本原則 好 你不能說我把未來兩年的利息 都存在這裡面 這不行 成本原則 好 因為我機器買到了 我就可以開始用了 所以我的成本就承認到我可供 我們知道成本原則是嗎? 到達可供狀態之下一切的合理支出 那我可供狀態就是我現在機器買來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那我現在如果直接付現金 我只要付總共九千一百七十四 所以我的機器所成員的成本就是九九七十四 可是我這個應付票據的金額呢 是面合是十二萬啊 跟我這個成本之間差的 我們叫做應付票據折價 好 那我們如果寫得很完整的話 叫做應付長期票據折價 好 所以折價的金額是 要考慮我們的心算 二零八二六 好 所以呢 這句話你這個交易裡面 反映出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機器承擺是九九千一百七十四 第二個 這張票據長期票據在交易當時候的價值 也是九九千一百七十四而已 你不要說 一付票據不是十二萬嗎 折價啊 當你折價的時候 編表這個數字是 這個客戶是編在這個下面 那因為一付票據是負債 這寫在介方稅它是什麼 它的減價 所以十二萬減到二零八二六 所以這張票據在交易當時候 這張票據的價值也是只有九九千一百七十四 這樣看懂了嗎 好 這裡呢 我也告訴你意思是什麼 一目票據折價 發生的時候要放在哪裡 我們說 基本上你寫分錄寫完了之後 你都要去想 這個科目放在哪一個報表哪一個位置 機器當然是放在資產物代表的 非流動資產的向下 那一付票據 一付長期票據一定是放在什麼 非流動負債 因為它是長期負債 那這個科目呢 因為這個科目是因為這個而產生的 是配合這個科目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寫在這下面 跟這個寫在一起 那因為票據負債版是在發生 應該是寫在代方 我這個是寫在介方的進行 因此這反映出來是 當我這個交易當下 這張票據的限值 就是99174 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 這樣看懂了嗎 好 那這個科目呢 假設 這是沒有講哪一天啦 假設 我現在舉例 假設說呢 我是在10月 這個交易呢 我是發生在 差5年的10月1號 那我差5年的12月31號 這要做調整啊 會計年度結束 會計年度結束就要做調整 調整兩個 一個是機器的折救費用 那機器折救費用 我們先不講 因為機器折救 我要去假設它的殘值 它的耐用年限 我去選一個折救方法 所以機器 基本上年底要做折救費用的計算 可是這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要講的是這個票據折降 到年底折救我要怎麼做 這個票據折降 其實我剛剛也已經講了 雖然它是一個不複習票據 可是我如果現在直接複現金的話 我交付99,174 可是兩年之後我才複的話 我要付12萬 中間的2萬多塊就是我的利息 它只是表面上說沒有利息 事實上有沒有 當然是有 所以我說你千萬不要被文字 或者是口頭上給騙了 他說這無息 怎麼可能無息 你跟我也不是什麼特別的關係 你怎麼會無息借錢給我呢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代價 好 那借錢就是利息嘛 最簡單的代價 因此我就要去算 這個票據的折價 當它的時間經過 它就要變成是利息費用 好 那利息費用 這個票據折價怎麼算 利息嘛 我們就要做攤償 不過它只有兩年而已 比較容易嘛 但是因為我不是完整的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我現在寫一下我的貪消表 好 我的奇數呢 是兩奇而已 一奇異備用 未貪消者加進去 為貪消者加進去 好 應付票據 照片價值 好 一開始 我的未貪消者加進去是208 26 所以我的應付票據 照片價值是99174 好 現在市場利率是10% 所以在期末的時候 我是每一年年底付一次利息嘛 如果沒有特別少 我的利息支付時間 就是年底才支付的 好 所以一開始你要想說 我跟人家借錢就是借99174 一年計息一次利率是10% 所以我的利息是9917 9917塊錢 那如果我貪消了這個金額之後 我未貪消的金額就會減少嘛 因為已經貪消了 所以加9917 所以我剩下的是10909 那因為我的照片價值 因為我貪消了之後 因為這個我產生利息 我只有什麼 它沒有付給人家 所以我照片價值就會增加 你也可以把它強成 我的照片價值是12萬的利息 去減掉我未貪消的金額 那你也可以把它強成 我的那個照片價值去加上我 貪消的金額利息費用 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的12萬 就是照片價值是1090 1090 1090 好 所以呢 第一期之後 我的放面價值就是109091 我說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數字 因為我的利益 我本來欠人家這樣子 可是一年之後 我還沒有付人家利息 所以我欠人家的金額增加了 因為利息費用 不然發生我付錢了沒有 沒有 一年之後再一次付 所以我欠款的金額就變成109091 好 那第二期 我在承認的利息就10 一樣啊 我借款的金額就算10% 10909 好 所以呢 我未貪消的金額就0嘛 到時候應付票去的 應付票去的帳面價值就12萬 好 所以我做這個貪消表的目的是 要把我的應付票去的帳面價值 貪消到它的稻情值 好 這樣看懂了嗎 好 所以呢 我們算完之後 我們就要寫我們的分路喔 好 那我們的分路要怎麼寫 應付票去貪消是不是要減少 所以 待應付票去的帳價 我借方的分目就是什麼 利息費用 就這樣而已 這樣可以 要看懂嗎 好 應付票去貪消 就是金額要減少 那原來發生在切方 它減少就寫在貸方 很簡單啊 那它相對的科目呢 有貸方就要有切方啊 切方的科目就是利息費用 好 那你這邊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當然我這個例子是舉的 比較複雜一點點 因為呢 這是一年的利息 我現在只有什麼 幾個月 三個月 好 第二是 十月一號發生的交易 到十二月三十號 三個月 最乘上十二分子三 就是期末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承認利息費用 承認利息費用 這只是減少 還要出來的 我自己宰bro complaint 好 書版上面這張 因為它沒有在強調這個 它只告訴你怎麼算那個金額 但是我要把分顧待進來幫你們知道 這樣說你的分額是怎麼寫的 好 告訴你分額是怎麼寫的 好 那148頁就是公司債的發行價格怎麼算 就是我們一開始幫大家回憶 當時候我們出塊裡面 在講公司債的時候就提到發行價格 那小姐告訴你怎麼算 好 你順便有告訴你 因為每次負利限制 然後到期又還了本期的那個負利限制 它每次立即的叫年紀限制 但是沒有跟你講得很仔細 就是沒有從年紀 負利 什麼 入戴上的 好 但是這裡就告訴你了 好 所以我們前面講的負利 中間講的年紀 那其實在我們出塊裡面 就已經有這些的應用了 對 公司債的發行價格 照理上 會計的時候 我們再出塊一個特地進行 教大家那個資訊 看清楚嗎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會計裡頭也好 或者是財務管理裡頭也好 或者是個人 未來你的理財 關係也好 都會用得到 都會用得到的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對 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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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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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少年有沒有課? 有啊,還沒課 請問他會不會來? 來吧,來 他的小學 他只看到我就... 他不想看到我 好,今天他會來請他到西半找一下立修 這個教委嗎?教委有長遇到他嗎? 對,謝謝 請他找立修,我會跟立修講教立修 用那個打電話給我 我想要跟他聊一些 我當然也是希望,可是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 我可能會去行政大樓 如果他... 對,好 要不然大家一起直接讓這個一小步 你們兩點上課嗎? 一點 喔,三點待會兒就來講 算一下他吃力有多高 好,沒關係 待會兒... 是,待會下桌子打電話也看 好,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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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第二年要換嗎? 你第二年要換嗎? 第二年,好 那我把它寫完好了 我第二年的12月31號 因為科目一樣,不只要寫進很多號 好,然後你可以看呢 這是第一年的 這是第一年的 好,就等於說 差5年的10月1號 到差6年的10月1號 最後我到期是差7年的10月1號 因為我差... 我現在是什麼? 站在這個時間點 12月31號 那我這邊的12月31號 差6年的12月31號 我這一部分是這個數字的12分之1 你加上這個數字的12分之3 對啊 對啊 看,啊下一年的話 差7年的12月31號 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它最後一定會把它什麼? 我們只是切割而已喔 就是切割而已喔 好 就我們當時候公司在講 如果你提前清場的時候 你又有類似的狀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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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當然還沒什麼問題 好,我講很多呢 其實就是自己動手 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公開的腦角落 好 是在禮拜一的 下午6點到9點 在管2019 就採管系旁邊 採管系辦公室的旁邊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好 我都請 請你記得善用這個資源 好 你讓他坐在那邊沒試片 他也可以你讓他安管 好 就是說 基本上 我覺得你也讓他發揮一下功能 因為他到時候 因為他有寫那個 我今天就在這邊 沒有達到任何一支問題 你還沒有人來問我 就這樣子 那 看 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也是對他來講 會很過責 所以為什麼 可能要來跟大家講 再生的 做的提醒 或再生的活動 就是說 禮拜一的早上 不是禮拜一的下午 6點到9點 有那個快速的部長角落 就在管你裡面的N19的教室 好 只有N19 那就是小辦公室 好 大家要善用這個 下個禮拜呢 我想 這個 當然呢 如果很多 我也講 不是只有那個時間點 這個問題 可以 如果你要問我任何問題 好 我也歡迎你 如果你是小小的問題 你可以寫沒有給我 好 如果你問我的這個問題 我認為在沒有裡頭 恐怕沒有辦法跟你交代得很清楚 或者是這個問題裡頭 其實有很多的條件要考慮進來 如果A條件應該怎麼做 如果B條件應該怎麼做 那我覺得在沒有裡頭 可能會很難說得清楚 我就跟你約時間 雖然我的Office Hour是禮拜一跟禮拜四 但是我知道那個時間點 很多同學是不是很方便的 好 因為有可能有課 因為禮拜一的下午 三點到五點 都可以在哪 好 還有禮拜四的下午 是三點到五點 那你可能同學有課 所以你可以另外跟我的時間 只要你可以 我可以 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好 所以我們有一定約定 是一定要在Office Hour 但是你要三點 我們所有的資源 很多人你這樣給我 沒有 我就要看到我習慣那麼多 因為我很怕欠 欠人家東西 所以我一看到沒有人說 我真的是 對 只要是我方便回覆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 所以今天晚上也是 今天早上 我看到有沒有 因為用手機的 吃太多了 我今天為了 為了我可能要帶一隻 歡迎進來上課 看了我覺得太累了 所以我早上七點多來學校 第一天請就聽清楚 他都沒有 因為他問我的問題 那他寫得很長 好 因為這不妥你幫你家裡頭 所以這個就來 然後看 我能夠馬上做訊息給他 好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證明 我就可以很快的回答 那如果大家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要講一講準的 要當面說清楚 那我就要看你這個時間 好 所以我的時間 並沒有約定 一定要長的時候 但是你不就要 善用我這個資源嗎 好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請大家好思為之 我想很多課 應該都還給考試嘛 對 大家快點很好的嗎 也是下禮拜 也是下禮拜 好 好 好 那就考完以後 大家就變得很開心 好 那就是 大家就好好的 呃 預計有打課了一點 好 那我一開始 我們就把我們的CMS 就給大家 就告訴你 我們的時間安排在什麼時候 所以你就要盡量 把你的時間安排好 那這樣的話 你才不會說 所有的考試 都是快點到所有的考試 所以我才可以準備 好 我們開始就把時間給大家了 所以請大家能夠 呃 還是 趕快呢做好 之後換了準備 好 那第一次考試的範圍比較簡單 其實沒有很複雜 而且沒有很多客戶要同學好 所以我相信呢 人家又可以講一下 我們就要講說 第一次考試要保漏 第一次考試若考得不好 第二次考試 恐怕你們那麼考得很好 看你最後的結果 不賣了 而最後第一次考試 你能夠把它考好 接下來你可能考得很好 最後的結果 也還不會太差 所以這次考試 是不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就請大家呢 呃 好好的回去多多練習 那有問題 好好的 那我就決定一下 好好的 那我們就決定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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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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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點 7點 6點 5點或6點 6點4點要走 不會打到7點 後面要打到第三點 5啦 我白來了 我白來了 說不點 說不點才不點 好可怕 小小的角色 但是我們拍照 今天是我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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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誰 誰想的 你 你給我的嗎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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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啦 這 什麼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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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 我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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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